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 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背景 大力发展剧本沙加景区的 沉浸式旅游方式 历史与潮流 文化与娱乐的巧妙融合 助力神都洛阳 成为了全国毕达卡的城市之一 这张洛阳新名片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 来此旅游 工作 创业 上周 吃货团七位成员 集结参与唐朝美食科举 最终 寒门弟子丁雨昕 成功考取美食史公民 知识改变命运 万花之神为庆祝此事 欲将一千株牡丹花 移植至洛阳城 让牡丹花开进洛阳城 希望全国才子都来到洛阳 人才源源不断 国家生生不息 吃货团成员们 就将以此为背景 化身七位掌管牡丹园的花仙子 几位花仙子 沉浸式打卡洛阳的美食美景 这道菜真的让人胃口一下大开 好热 剪刀一小 黄金万两 唯有牡丹真果色 有谁能不爱牡丹 几位花仙子 来 请 昨天我们就在那里是吗 好漂亮 对面对面就是另一天门 对面就是另一天门 欢迎我们七位俊美的花仙子 各位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洛阳明堂遗址 这是昔日武则天李正生活的重要场所 今天之所以把各位花仙子召集到这里 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给各位 什么事 在昨天洛阳城新聘得了一位美食官员 美食史 那么我们的万花之神为了庆祝这件事情 要把他最爱的花牡丹花移植到洛阳 让牡丹花开进洛阳城 吸引全国优秀才子的到来 在牵花之前 万花之神要依次检验五匹牡丹花 你们作为牡丹园的花仙子 需要完成这五匹检验 如果三匹以上的牡丹花都是好花 则立即下令牵花 如果三匹以上的牡丹花中有坏花 那么则知辙花落 不亦牵花 每一次万花之神检验的牡丹花 朵数不同 谁能亲自去挑选花朵上城 将通过比拼花仙子所具备的不同特质来决出 注意 你们七位之中 有且不止一位 反对牵花这件事情 那么你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请抽牌 就他了 我就说嘛 这个吧 直接打开啊 对 男左女右 吃得其反啊 这就是游戏规则 反对者想的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大动干戈 劳民伤害 不是货人呢 他不是货人 是反对者 别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自己绝对支持 假不假 我希望牡丹花开变整个洛阳 没错 我跟你是同样的愿望 我特别不希望伍则天老师登记晚点 好冷啊 这个笑话 大胆 质疑我们的笑话冷 反对者 连我们笑话都不支持 我 你说那个登记晚点 我缓了好 就才缓过来什么意思 然后呢 觉得还挺好笑的 大家觉不觉得大家觉不觉得小翔也画好少 对对对我刚刚也想说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们那个说啥话我都听不到 挂脸了挂脸了挂像 我就不让我今天就不让这个花开 就不让这个花开 我今天是反对者 是反对者 我是反对者 我今天支持者为了反对你们 这已经爆了聊爆了 投票吧 同意宅肖文是反对者的请举手 我 你没投他 我没投 你是他的队友 你是他的队友 队友找到了 结束了 好了 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来 现在大家所在的便是第一个检验点 作为一名优秀的花仙子 肯定拥有极强的反应能力 所以我们要玩一个非凤凰的游戏 我们看后边有一个大凤凰 好 那么游戏规则是 每个人需要给自己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粉凤凰 花凤凰 由一位成员开始 先喊自己的名字 再喊其他人的名字 被喊到名字的人在街上 全程都要做动作 赢家可以决定拿两名花仙子 能够进入花房挑选牡丹花 好 来 大家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吧 那你先取吧 我就想想 我想想 刁钻你 刁钻你自己的念不出来 黑化肥凤凰 我叫黑化肥凤凰 你先自己练两遍 黑化肥凤凰 黑化肥凤凰飞 黑化肥凤凰飞 我叫黑化肥凤凰 我叫我叫蜜凤凰 什么 蜜凤凰 你老是弄一个蜜凤凰 蜜凤凰 蜜凤凰 我叫不翻汤凤凰 那我叫麻辣凤凰 麻辣凤凰 我想好了 我叫蜜天凤凰 蜜天门 我也想好了 我叫东北凤凰 好 东北凤凰 好 可以 那我蜜酥酥凤凰飞吧 蜜酥酥 蜜酥 别了吧 好 你确定 你自己说就也淘汰 来 谁先 你先开始吧 蜜酥酥凰飞 没事 来 准备 开始 蜜酥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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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北红凤凤凤凤 北红凤凤凤 对 北红凤凤 你不叫北红凤凤吗 他叫北红 你叫北红凤凤 叫北红凤 好东北凤凤 淘汰淘汰淘汰 回到熟悉的裁判位置 这次大家吐词哈 听一听听一听哈 现在哈我的嘴就是瘦 我眼睛就是尺 你知道吧 我的耳朵是什么呢 是针 来吧 好 节奏得起来 来 5 6 7 8 没有这个凤凤 哈哈哈哈哈哈 完了冲 shared 她身上了 恭喜小爹已经淘汰了两位 сот 哈哈 预备开始 5 6 7 8 凤凤 飞凤凤凤凤 分放飞马 风飞马 凤凤 马 凤凤 一天 发 飞 一天发 飞 一天发 飞 不给 它 团 关 ень 1000 你那是什么 人家不翻汤凤凰都听到了 你们都没听到 来 说的快也好看 就得快 节奏就得起来好吧 来 5 6 7 8 不翻凤凰飞 不翻汤凤凰飞 不翻汤凤凰飞 把他凤凰飞 凤凰飞 凤凰飞 把他凤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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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剩三个人 你们要不要换名字 我要 划飞凤凰 划飞凤凰 我要发飞凤凰 看出来问题 求胜欲多强 5 6 7 8 一四出凤凰飞 隐四出凤凰飞 隐四出凤凰飞 完了发飞凤凰飞 发飞凤凰飞 不翻汤凰飞 发飞凤凰飞 他错了 他差一个字 不翻汤凤凰飞 你凤凰两个在没说 不翻汤凰飞 不翻汤凰飞 不翻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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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要不要换名字和换动作 不要 就这个 赢丝苏凤凰 那我就改成丝苏史凤凰 这个求胜月 绝对有问题 求胜月二次 把自己的名字说十遍 谁错的少谁赢 丝苏史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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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遍错了 第四遍错了 好了你来吧 丝苏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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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雨昕 恭喜成为本轮的队长 你可以选择两名成员 进入花房选花 花房内每人面前有两朵花 红色表示支持 黑色表示反对 支持铅花的人 只能选择红色 反对铅花的人 可以选择红色 也可以选择黑色 一旦有人选择了黑色的花 这一轮的检验即为失败 考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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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让我们俩去 你让她自己别去了 因为我 我们也不一定相信她 万一你是坏人呢 雨昕 给出你的选择 好 我选小 丁进去 选小丁了 真的 什么叫做会眼时珠 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 然后我想想 自己去不去呢 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都不知道 你还知道啊 好人就要进去啊 你还 你别去了 我看你这样子 他还说下一个我想想 这个游戏对雨昕是不是太难了 所以赶紧进去吧 我去我去走 请两位花仙子进入花房 什么意思啊 现在是 我还不能看到她的 这个真的很格 看不见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选完了 小丁有一点嘚瑟 他放红花 我觉得可能是黑花 你看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有问题啊 什么 因为支持者进去 直接就红花了嘛 就出来了嘛 人家录节目不得说两句话 好 这会儿还踩人 这会儿还踩人 回来了 你看看 这一说吓得马上出来了 对 对 对 我们的两位花仙子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么我们有请护花使者来宣布这一轮的检验结果 护花使者飞 你好 本使来了 使者好 你好 使者 使者结果如何 对 本次验证的结果呢 两朵花都是极好的 万花之神非常的开心 好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将要前往我们下一个检验点 叫星艺坊 去星艺坊 我们会有美食等待着大家 我们七位花仙子 现在我们可以出发前往下一个检验点了 走 打开咪咕视频搜索打卡吧吃货团 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 你怎么自己过来了 你从哪儿去 不是啊 我又不行 不是我怕一块他们进来 我知道 没谁你说 到时候就是咱俩都是不惨 你将会拥有一位队友 我不知道是谁是吧 你现在不知道 但是你的队友 会知道你的身份 他会过来跟你接头 如果咱俩同时进的话 我出坏的 你出好的 然后你踩我 如果 就这边吃了 没办法 我就是一个不被人相信的好人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个牡丹验证点 新艺坊 新艺坊以特色玉菜在洛阳当地特别受欢迎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就是 牡丹香酥烤鸭 牡丹香酥烤鸭 鸭子在烤制之前 会加入牡丹花 牡丹皮 牡丹叶 进行腌制 使其有牡丹花的清香味 再用枣木烤制90分钟 外酥里嫩 花香十足 这是我们店的康师傅冰糖雪梨 清云套餐 康师傅冰糖雪梨 搭配我们的招牌牡丹烤鸭 清润每一刻 欢迎来打卡 对大家随时清润开金嗓 谢谢 吃吧 吃吧 我这个下雪以后应该是入口即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拿都是鸭皮 有满蛋花香的味道 真的有 口感真的很好吃 口感太好吃了 口感太好吃了 又吃一片 今天你开挂了 我还吃这个 好好吃 你在北京也老点汤 来 鸭 没想到洛阳一个做烤鸭 真的 来之前不知道 以为这边以汤文名 对 这个好好吃 这是什么鱼 这个叫豹味鱼头配黄金搭档 这么大鱼头 我们这个鱼头 是夕阳南湾湖的胖鱼头 跟我们平时在其他地方吃到的鱼头 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里面是有油条 有一些其他的 哇 他们这油条都搞得这么隆重 跟烤鸭似的 来 剪刀一响 黄金万两 没响 没响声 得仔细听 这小二 哇 你看这个油条完全是变了一个款式 我也来一款 哇 你看这个 爆胃鱼头 黄金搭档 爆胃 就是爆鱼的爆是不是 我说这个渣那么胶原蛋白那么足 好多 太好吃了 又吃又喝 易烊 接这个通告之前饿了几天 饿了一周 我问一下这些反对者 这么好吃的宴席 你们还反对吗 你如果是反对者 你就不能吃有跟花相关的菜 反对者你干嘛 你现在还吃什么 就是 真的带我了 真是要带反对者 我肯定不是 我大口大口地吃那个牡丹 牡丹花鸭 真的吗 反对者不能吃带花的 真的 你别吃了 别吃了 我吃都吃了 你们肯定有人已经吃错了 反对者 但大家都吃了 反对者 的任务就是不能吃有花的东西 刚刚有观察到吗 你看小爷在喝水 他不吃了 丁雨昕你流那个汗 一会就给你点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 我流那个汗只是因为我吸 哈哈哈哈 你别解释了 这么拼啊 大可不必 别说了我真的是好人 我真的是支持者 支持者 那么 在难得的吃饭的和谐的时光之后 我们就要迎来这一轮挑选队长的游戏了 我们这一轮可以进花房的人数是四个人 你看看到四个了 所以四个就怎么都会进一个了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考察各位花仙子表达能力的游戏 来决出这一轮进花房的人 游戏规则是 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 对于牡丹的一百种看法 必须是三个字 不能有逐语和重复其他人的答案 如果重复或说不出 则淘汰 我们第一轮的题目是 烤鸭的一百种吃法 必须是四个字 来给一下节奏 烤鸭的一百种吃法 放盘里吃 站着酱吃 配白糖吃 站个糖吃 站个糖是什么 站个糖 你说的糖 站着糖吃可以啊 糖是啥 你自己发出一声音没有 吃 这不行吗 我演出来也不行吗 不是你把这个演出来啊 来来来 我给你拿来烤鸭 来来来来 来封哥你的糖 烤鸭站着是吧 这不好好吗 糖吃 糖吃 是不是 有糖吗 糖 糖 来来 投票 投票 觉得淘汰的举手 3 2 1 我这都挡了 你有没有发现 大家就是想让你淘汰 大家都想看表演一下 糖是怎么吃的 那我明白 行 淘汰 好 来继续给节奏到雨昕了 烤鸭的一百种吃法 就黄瓜吃 反正来吃 开心的吃 披萨来吃 站着冲吃 躺在床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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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 我们下一个题 吃货团的一百种看法 反正来 吃货团的一百种看法 边吃边看 走着路看 各着度看 打游戏看 爬着树看 爬着树看 来 我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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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准备 会不会太过分了 你还在这个桌子上呢 你守着我们六个人呢 淘汰这个要淘汰 淘汰这个要淘汰 我真的还没想好 没想好的时候就过重可想好 没说了很多种办法 但不会说出下一话 下意识会说出自己内心最想说的话 蛮大了 一整个得罪住了 淘汰 要不然咱们投个票吧 这个不用投票 直接淘汰 我们还是很民主的 好 走一下民主流程 对 同意徐毅阳淘汰的请举手 你看那边 淘汰 谢谢 人气最高的一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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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眼泪都出来了 你爬着树看怎么看 爬着树看 有树吧 这期播的时候 得有一个爬着树看的视频 什么时候播 植树节那天播这期时 哈哈哈哈 行 可以 来继续给节奏 吃零食看 吃水果看 我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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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有主语 我就是要淘汰 但是吃货团的尊严得立柱 我觉得这样投票吧 不不 该淘汰 咱们得公平 不然不淘汰 我不给你投票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我刚刚就这个意思 哈哈哈哈 你刚才是次数不够 我不想看别的节目 对吧 就次数次数的限制 哈哈哈哈哈哈 你跳吧 我淘汰 自动申请淘汰 好 你们三个 来 我们下一个题 洛阳的100种逛法 五个字 起节奏 各样的100种逛法 应天门里逛 坐着眉头逛 跳着街舞逛 龙门师枯逛 穿着裤子逛 走着走着逛 边滑 轮滑 边逛 好多字啊 是吧 就是边滑 轮滑 边逛 多了个字 嗯 淘汰 你能不能赢了 带我进去 行 就你俩决战了啊 来 三 二 一 开始 洛阳的100种逛法 晒着太阳逛 吃着羊肉逛 化完了装逛 吃着牛肉逛 吃着大饼逛 吃着猪肉逛 拿着勺子逛 吃着筋肉逛 喝着饮品逛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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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我要赢了 就好像我支持反对者一样 我不逛了 我退出这个游戏 我退出这把游戏了 我才敞着妈妈的一匹 三个人盯着我 死死盯着我 作为反对者是不是心态崩了 我作为一个支持者我心态也崩了 大崩特崩 你肯定心理压力有点大 现在 我觉得你自己压力确实太大了 要不要找你的同伴舒缓一下 杨迪 杨迪 你今天一直踩我 你踩完我以后你就盯着我 可以踩你了 看到你哪里有问题 真的没踩你 你在疯狂踩我 恭喜雨昕 这一轮的队长 现在你可以选择四个人 进入花房 蒙姐 脚钉 峰哥 我 没有我 没有我 你是反对者 还有我 你是反对者 我是 那我是什么 你 反对者 你确定一下 你要不要听一下大家拉票 行 我得进我是好人 你想进四个人 如果我们有三个坏人的话 我没进那必有坏人在里面 那你觉得我选的三个人里面谁是坏人 我觉得他跟小宅其中出一个 我人设很好 不 然后峰哥 我觉得峰哥不行 我的意思是峰哥非常的慌张那种感觉 我一直都挺慌张的 好 来 我们下一个 我真的不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你留下这种印象 大家说的 大家说的你就信 有点相信 就是这样吧 你不让我进也没问题 在我眼里面 这是个铁坏人 肯定是 我如果不进他也不能进 以后就这么看你 自己说自己还才我没想到 我是肯定要进的 我是支持者 但我觉得咱们选择人里面 我觉得小丁这个面稍微的 不知支持者的率稍微大一点 我是支持者 算了 不想听了 完全不相信 那小丁还要说话吗 我不说 我说 你看他不敢解释 我觉得他 你为什么老掐我 没有 你为什么老在下面投过 他的小动作太多了 小心这个人 刘队长 刘队给出你的选择 我就选刚刚的人 蒙姐 风哥 陈小丁 我 四位请去画房 打开咪咕视频 搜索打卡吧吃货团 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 你看我们都看不见 来 一人选一个地方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选 好 选完了 好 选完了 走 第二轮投票已经结束 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有请护花使者 为大家宣布结果 好 我来了 对吧 肯定有坏票 想得不想 本次验证的牡丹花粥 本次验证的牡丹花粥 有一朵是残刺品 万花之神觉得鲜花仪式还有待考虑 感谢护花使者 下一张解答案 对 开始好玩了 有什么任何细节都说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 来 预备 go 就是我刚在门口 他们四个人的时候 小丁在后面一直拿手划了我 你挠我这 走吧 就捏 常写字 小动作 小动作 你有接受到吗 你挨它这么近 一直在接受 来 你脚牌上 我夹你后脚杆 很疼 你在找你的同伴是吗 我觉得摊牌我的计划 我的计划是我是个支持者 但是呢我想用反间计 就是因为我在我想赌一把 反对者之间 并不知道对方身份是谁 所以在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希望我以一个 反对者的身份 出现在我怀疑的对象面前 就是我怀疑小宅的面前 当时我怀疑小宅都是不惨 但是你这样很容易被踩铁 你是铁换人啊 对 所以我为了防止这件事发生 所以我在我实行我的计划之前 去找了蒙姐 跟她全盘拖出了我的计划 我那天我拿着水甩 再次擦碗 我就是她的 我这还可以 为什么刚刚疯狂插你的脚 是因为你在开始质疑我了 那你掐了我为什么要掐她呢 掐她是因为我把我的 另外一个怀疑地上 就放在了丰哥这儿 意思是丰哥 你去投那个黑票 我投那个 因为我只能出白票 我人设真的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在划了啥呢 你知道你为什么 反对者可能性在哪儿吗 第一轮你先投好花 第二轮再投黑花 这就是你的策略 那么我们现在两轮下来一比一 我们马上要前往第三个检验点 牡丹博物馆 好 中国牡丹博物馆 是目前国内首个牡丹专题博物馆 该馆集合了牡丹文化收藏 牡丹产业研究 牡丹文化旅游等内容 采用现代数字化科技创新手段 与传统文化成长结合方式 生动展现了牡丹的历史 诗文 艺术 花卉等文化相关内容 你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牡丹阁景区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是展馆的视听部分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一幅 大型琉璃壁画 名字叫做国色 它是由36条五彩琉璃拼箱而成的 是目前我们中国最大的一面琉璃墙了 哇 牡丹好 我就喜欢 支持牡丹 哇 我绝对支持牡丹 我们现在走进的是第一单元 叫牡丹品格厅 这一单元主要是以文物形式来展示这千百年来 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着牡丹文样的各种展品和器物 哇 你看很早就把牡丹做为一些法式了 洛神富途 在这里放这样一幅洛神富途卷 是因为它是牡丹第一次出现在绘画作品当中 看到了 看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爱情花绘 像我们平时知道的爱情花都是玫瑰花 但我们中国所代表爱情的花就是牡丹花 牡丹花 对 这唐朝的时候牡丹是就国花是吧 对 唐宋时期牡丹是作为国花存在的 国花 这边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牡丹亭了 那我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可以自行参观 谢谢 好 不客气 来 刚刚大家也听马老师讲了很多关于牡丹的知识 牡丹花有着花中之王的美誉 在洛阳人心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说这一轮决出队长的方式 就是比拼各位牡丹花仙子的独特性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我会一次说出词语 你们在听到词语三秒后立即做出相应动作 做相同动作的人扣一分 最终扣分最少的成员当选队长 这一轮进入花房的人数是五位 越来越多了 没办法了 太多了吧 那就是两个反对者 进去只有两位 不是 就是两个反对者 因为近五个意味着还有机会 不然的话有三个反对者的话怎么都是输 是啊 好 来 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 第一个词 啊 三 二 一 开始 丰 brands 五 你这个动作好巧 是这样 好巧没有 好巧没有 对啊 这不是老动作吗 谁也得不得进步一下了 只有偷偷的才做出来 比如说这样的 咱俩有点关系 别人看不见 那行 那这个过 第二道题 吃面 3 2 2 1 开始 来 我们一个个说 没有餐具 我在缩面 我这是一个清汤面 端了个面 然后准备倒错 你吃面的时候 我吃的是意大利面 我需要刀 需要插 雨昕 我正在吃不翻汤 面 不翻汤吃面 不翻汤里面哪有面 昨天我也吃了 粉也行吧 面粉粉都可以 人家是面 硬熬了一个洛阳的美食 你还没熬 你俩一样 我真不一样 我吃面 喜欢把面先在筷子上卷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我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我没停过 我真怕你们说我不定 你要定格 不得一动啊 你这一动的话 他还一直跑着定格动作 就这样吧 你俩70%一样 对 扣一分吧一个人 不行 我是在面 而且我筷子都没有放开 我在筷子上卷面 你们能看到吗 我在上面卷面 他吃的是粉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拎出来 为什么迪哥 迪哥这轮 求生意特别强 跟前两轮判若两人 不公平 你吃的是粉 不翻汤是粉 我拿勺子吃的 他拿勺子吃的 我拿勺子吃的 因为这边的面都要用勺子吃 河南的面 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说实话 我们俩这个动作 你们能看出是一样的 有点太过分了吧 都是这个手 都是这个胳膊 这倒是 对 你们按我们很默契 扣吧扣吧 你解释了 不用扣 我认了 我跟你一样上头了 怎么都是错 好倒霉 各扣一分 第三个 蘑菇 确定一下吃蘑菇还是蘑菇 就是蘑菇 我们成为蘑菇 对 3 2 1 开始 都不一样 一次解释 我们看哪个不合理 这还不明显吗 蘑菇 这有个篮子 我把篮子拿起来 蘑菇在篮子里 你本人是蘑菇 啊 我们认为半眼 那本人是蘑菇吗 半眼蘑菇 没有啊 是本人是蘑菇 你刚说了 狄哥问的 确实 我扣分 我这是个猴头 猴头 猴头也是蘑菇 把猴头菇的样子搜出来 他就是一种奇形怪状 然后他可以长在树上 长在任何地方 我愿意相信他 因为我好累 你那是什么猪孙吗 我是金针菇 这不用查吧 我这个肯定就是蘑菇的样子 都不用说 就旁边这位不知道是什么 捏掉的蘑菇 谢谢你帮我解释 确实就是被踩在地上的蘑菇 已经没有办法直立生长了 被踩了一脚烂了 但就算他踩烂了也是蘑菇 太拼了 封哥 鸡腿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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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腿在这立着 一个腿已经没了 鸡腿菇 是有的 好吧 那可宅扣一分 来 我们第四个词 拔萝卜 3 2 1 开始 你们看一下 这个拔萝卜跟这个拔萝卜 不一样 我又没有拔萝卜 拔前面拔萝卜的那个人 更淘汰 他是拔萝卜有很多人 他是当中的某一环 更扣分 这两个更扣一分 好 现在还有谁没扣分 我蒙姐 分合 来 第五个 美人鱼 是我是美人鱼吗 对 3 2 1 开始 大家暂停一下 大家过来看一下 你这是美人鱼 因为美人鱼是个传说 美人鱼就是海牛 你们去查 但你就是不是牛 你就是猴子 投票 你这不是美人 你是海猴子 我已经淘汰了 没事 我早就淘汰了 我支持反对者 你们玩的好 我支持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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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玩的团团转 来 你们俩还有解释吗 有解释 躺第一个都一样吗 当然 我的脚是翘起来 我的胳膊都是这样的 我刚才演海牛的时候 我队友就看出来 你们俩一样的 不是 一模一样 都是这样的 徐亚你别换胳膊 你们俩都这样的 好 两个人扣一分 好 那么这一轮从没被扣过分的是 风哥 风哥刚选本轮的队长 完了 完了 这轮避炸 我跟你说 我有我的解释 刚才我一直在想 我一定不能扣分 我一定要当队长 刚才车上说的 是 我这边赶紧立过翠 那个益阳 小翠 我选你也进 我去 去 你选谁 没事 我有我的逻辑 哈哈 你用完以后 你一定要说服我们 一定要告诉我们 你的结论啊 对长 我的结论 我相信你一次 你必须在 不同意 你听我说完吗 还有一个 对长不同意 还有一个 我可以不去了 我证你肯定行不去 我不去 因为他们都怀疑我 还好我没当 我现在这轮 怀疑的最大的 就是你们三个人 谁们三 你们三个 反正我这四个人 我是肯定了啊 咱们四个人 李斯峰 意味着刚刚四个人 你把蒙姐跟刘雨昕 排除 觉得他们俩有嫌疑 我觉得你们三个有嫌疑 你真的思考了吗 你真的用脑了吗 你用没用脑子 思考一下 被骗得团团转 真的有脑了吗 我是支持者 仔细思考一下 我只是大家都会觉得 我像坏人 但我真的不是 但是你可以不让我进 我巴不得我不进 因为我就洗脱嫌疑了 你们三个人我在想 就进一个 不不不我不进 你把蒙姐排除气 我也不进 说明你太有 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让杨迪哥上一次 别别别别别 真的 你也没事 试一下 不叫我 不带我 行 就这么定了 我已经 我要 我直觉再判断一次 就这我们五个人进 好 确定 好 那么队长和你的队员 请前往花房验证 我觉得我去了 我就感觉自己 就是变脏了 我坦白我真的不是 我知道了 但是你实在太像了 我知道我像了 我都说过八百遍了 我抽起来那一刻 我就对镜头说 我说我不管抽中什么 大家都会怀疑我 我跟你说后面 我甚至没进去过都怀疑我 你后面玩游戏 必须得要那种正直一点 不行 我好希望我今天真的抽到了 不行 我希望真的要把他们弄死 气死我了 哎呀 急急喳喳的 我跟你说 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凭直觉 凭直觉 我希望炸两朵 我们俩就彻底洗脱嫌疑了 来 选完了 迪哥已经是铁了 迪哥已经铁了 不可能 迪哥一定是铁的 他也跟我说了 杨迪也跟我说了 他给我交了我那么多 我跟他坐了两台车 我跟他坐车坐了两次 他教了我怎么玩 所以说你才会觉得 他说的都是对的 对 他给你洗脑了 他要是坏的话 他不会的 他怎么不会 他可以拉你的好人票 我觉得他要是坏 他会很坏的 他可以拉你的好人票 你真的不知道 孟姐 他可以拉你的好人票 不会 我觉得他坏的话 他会很坏很坏很坏 他说孟姐你真的被他骗了 他们还在给孟姐洗脑 说孟姐被我骗了 孟姐我都感觉到 他们还在给你洗脑 说你被我骗了 对吧 是的 所有的都在给我洗脑 有请护花使者 欢迎 欢迎 怎么这么垂头丧气 本轮直言中的 有两朵花使 有两朵花使 我洗脱嫌疑了 你在高兴什么 因为我因为两朵啊 爆了两个雷啊 小丁小丁一个逃不掉了 不用说这一个了 我们这样 我们让我们英明的队长 说两句好吧 可能我这次 我这次真的是选错 但是我是一个支持者 我可能像你俩就是 表示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你有你的分析 我是他照我的分析走的 但我分析的是错误 没有 你对了 你喜图我们俩嫌疑了 我后面只信任你们两个人 我谁都不信了 我们都不相信你了 无所谓 你们信不信我无所谓 回不来了 但我只相信你们两个人 我信不信我无所谓 好吧 我只相信你们两个人 因为我现在在说什么 无力狡辩 我只是一个支持者 至少我这样干干净净了 对 挺好的 就麻烦您带他们去下一个验证点 好吧 那我们各位这边请 这还哪有心情看呀 马老师 这边是我们第三单元 牡丹普记厅 这边摆放的就是各个时期 与牡丹相关的一些文献史籍 牡丹的文献有记载 对 这片你马上要看到的是 我们洛阳最有名的一本 牡丹普记 是北宋欧阳修所写的 《洛阳牡丹记》 那这一篇就记载了 当时洛阳城中之人赏牡丹 爱牡丹 包括一些牡丹运输的场景 那其中还记载到了 一个牡丹花的天敌 可以在这里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乌贼鱼骨 对 以真花树 对 丁老师已经答出来了 是在最后一句叫 乌贼鱼骨以真花树 这个此花之计 也就是说用这个乌贼鱼的鱼刺 去刺一下这个牡丹花的枝干 花就败了 不会再开花了 这么玄妙啊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向前 这边展示的就是牡丹的医药学价值 玻璃罐中是一位中药 名字叫丹皮 它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药品当中 有的就是六味地黄丸 其中有一位就是丹皮 是活血化鱼的一个作用 牡丹入药 对 现在脚下是一个步步生花的展平 你走过的地方就会有蓝花盛开 不时走花路 对 各位一同走花路 来 好棒 我可以在这玩一天 我们继续向前走 墙上 好漂亮 是不是 真花 各位 这里是万花之神 为大家准备的下午茶 整个下午茶 全部都是由牡丹花制作而成 在古代时就出口国外 被用作代客之理 大家可以每个人挑选一个 然后给我们观众描述一下的口感 这是花瓣是吧 牡丹果谱 花谱 非常好吃 有点酸酸的感觉 我原来吃之前 我以为是那种软软的感觉 但进口还是脆的 这让我很意外 有果肉呢 为什么 还挺有嚼劲的 因为我们在北方 我们经常吃到很多国谱类的东西 但这种还是挺特别的 而且酸酸的带着一些香气 哇 这好开胃哦 对 牡丹饼这个是不是 对 这是鲜花饼 对 但它是牡丹花嘛 我之前一直都吃的是鲜花饼 没吃到 没吃到过那个牡丹花的饼 对 好好吃 词语之匮乏 太匮乏了 我来学一下你啊 说烤鸭的时候 我之前一直都在北京吃烤鸭 没有在洛阳吃个烤鸭 这一次在洛阳吃了烤鸭 嗯 以后知道了 洛阳也有烤鸭 是不是这样 大概都这样的 我都学会了 可是真的好吃 因为它那个外面的皮 是很酥嫩的 然后里面 这黑糖 这黑糖 就是喝了 感觉心里还点甜甜的感觉 之前都是苦涩的 而且慢慢融化 吃黑糖 借黑花 我最喜欢这个红糖 让我感觉到心里一丝丝的甜意 黑糖 你看我说的都是都不说黑 都红糖 对红糖 好 我们接下来一个游戏是 考察各位对花的时候 很熟悉程度 那么这一轮 因为我们是三人验证 所以队长人选就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次决出队长的方式 就是各位一次唱出带有花发音的歌 唱不出来或者是重复的人淘汰 留到最后的人当选队长 他来决定哪三个人可以进入花房 那么我们一共是两个 一个是先玩歌曲《非花令》 再玩歌曲《街楼》 每一个游戏淘汰三个人 从我开始 好 那就这个方向 女人 可以唱了 女人花搖移在红尘中 男人赚钱 女人花 好 到你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的花真鲜艳 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只花 花儿为什么这样鲜 为什么这样什么 鲜吗 不是这样红吗 有花就行了吗 看我了是吧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嗯 蓝莲花 啊 怎么跟女人花一个调呢 蓝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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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你唱的蓝莲花 许葳那个 只字花开要开 可以 嗯 就在这花好月圆耶 花好月圆 让花一朵朵 多唱两句 多唱两句是加钱吗 哈哈哈哈 我也想唱这个 是吧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花的心藏在蕊中 我这个年代感 我把钱都做 花心 花心 嗯 有一首歌怎么唱 什么什么 没钱花 那个是怎么唱的 那歌其实这么唱 我没有钱 我只要你的爱情 给我一点点 这谁的歌啊 这没有 我自己会唱啊 他没有花 不是这首 我说的不是这首 那是哪一首 我淘汰了 哈哈哈哈 好行 不想成功而已 啊 花曾 告诉我 菊花彩 满地上 我像只鱼儿 在你的荷糖 荷荷花 哦 那是荷糖 的花 为什么它叫荷糖 因为里面开满了荷花 全是荷花 可以荷糖里面可以有荷花吗 你不支持我 哈哈 不是 我是支持者 这不是支持者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画画的北贝 什么 画画的北贝 淘汰 淘汰 淘汰有花 画画那是 那是画画 不是画画 画画的北贝你认识 淘汰了 淘汰了 啊 牡丹 去年的烟花 去年的烟花特别多 去年的烟花 去年的烟花特别多 去年的烟花 去年的烟花特别多 哈哈哈 真的好美丽那天的烟花 年轻人年轻的歌 是我就要请 来来老哥来一首 哈哈哈哈 我从花中来 花中来 我从山中来 我从山中来 带着来花草 路边的野花 哎呀我比你还老 你不要踩 好厉害啊你们 来到他了 我我淘汰了 你淘汰了吗 什么时候淘汰的 我淘汰了 这轮淘汰的 这轮淘汰的 好这个游戏就淘汰三个 好那四位的决战 路边的野花 你不要踩 踩 踩不踩 不是你 你的淘汰很久了 我不能接下去了 第二轮啊 海国库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树大落筐 筐 筐浪的香 这什么歌 五 四 四 三 二 一 二 二 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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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狂浪 我还 但是他怎么唱的 狂浪 狂浪是一种态度 狂浪是一种态度 狂浪是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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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你就会来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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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多少条的歌 葫芦瓜葫芦瓜 哈哈哈哈 哎 头腿头腿头腿 好吧 那我们 恭喜迪哥成为这一轮的队长 在最关键的一局当上了队长 好 迪哥 您可以挑选 包含您在内三个人进入花房 总于到我的时候了 而且迪哥 有一件事要提醒您 现在反对者已经赢了两轮 如果这一轮您的选择有错的话 那么支持者就直接淘汰 我背负的珍重 首先雨昕肯定得进去 我也肯定得进去 这个时候就不搞别的了 然后再让小翟进去怎么样 可以 啊 不可以 哈哈哈哈 我以小翟在里面使个手段 他们就赢了 因为小翟身份不做好现在 易烊 易烊 肯定是我 相信我 真是我 易烊坐过他们的车 哈哈哈哈 萌姐吧 我觉得萌姐应该是 萌姐今天跟我反对一天了 萌姐跟小丁都是现在存疑的 萌姐不存疑 肯定不存疑 萌姐今天跟我待一天了 除非他 那我不吃了 最后一顿饭 那我们还是决定带萌姐进去 好 那么请这轮的队长 带着您的队员前往花坊 第五轮剑 第五轮剑 等着白花的喜讯 来 现在是这样 因为这轮只有三个人 反对者已经赢了两个 如果这次是反对者赢的话 游戏到此结束了 我们这次投花的地方好远 感觉你们才跑了一圈回来 好 让我们有请护花使者宣布结果 本次验证的结果呢 都是好花 对 万花之城非常的开心 想到了 好 我们下一站见 支持者身份坐实 我们转场到下个检验点 老洛阳水席 今天赢的那支队伍 会享受河南洛阳 最出名 最具代表性的水席 水也是所有的花 最喜欢的 各位请出发吧 好嘞 打开咪咕视频 搜索打卡吧吃货团 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 真的 你回去看我这期的素材 你知道我有多委屈 我有多么难 现在应该不是在演 那我相信你了 没关系 下一轮我也不会进了 下一轮下了我也不会进了 好 我相信你了 相信我了吧 相信我没用了 欢迎大家来到最终的验证点 今天只有获胜方才能吃到 我们渲染了一天的 最出名的洛阳水席 之前已经验证过四匹牡丹花 现在我们的结果是2比2 很关键 那么最终万花之神是否牵花 就看这一轮的结果 这一轮我们没有游戏 哪四位能进去选花 有你们自行决定 请大家选出一位队长 他可以决定是哪四人可以进去选花 第一个 队长肯定我跟雨昕之一吧 你们觉得呢 对 就你吧 反正 你们俩是肯定进的 你俩是肯定会要进的 其实蒙姐也没问题 因为如果她是反对者的话 上一轮她直接来一个就直接赢了 所以我觉得也能好支持者的身份坐实 对吧 所以我们就在选 一个人中在选一个 是 哇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怀疑我 现在怀疑我 最怀疑你 从头到尾没有人怀疑我 但她现在没有 就是立马选我 你是 她她是什么 坏人 刘雨昕觉得你是反对者 我记得你跟小杰说 如果蒙姐是好人 那我们就赢了 我觉得现在好人还是很大胜利面的 只要我蒙姐是好的 我们就能赢 对 我们就赢了 对 但是我很新人风格 若不是蒙姐 就是只有风格了 对 你跟小宅说 如果蒙姐是好的 我上 那我们就赢了 但是蒙姐万一是坏的 你跟小宅说 我说我怎么了 我到底怎么了 雨昕 跟小宅说的很大特别 如果蒙姐是好的 赢了这个说明我把她当支持者 她不是支持者 她不是支持者 主要是 我不管她算不算 反正我这句话没有问题 对吧 为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选一下郁阳 谁呢 她因为她确实是没有什么 我觉得郁阳 她是没有带她一个 没有什么异样 对我觉得带她一个 小宅觉得我们还冤枉你 我们都冤枉你 我觉得她是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小宅是好人 你相信我 他真的是好人 他真的是好人 你看他的状态 他特别好 听徐亚老师说的话吧 我今天没去死了 我真的不去了 小丁你最怀疑谁 我不说我怀疑谁 但是如果是我 你还不说怀疑谁 你都没怀疑的人吗 他现在 每个人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 所以我是非常清楚 我自己的身份的 所以我在这个局面上 我不在乎我怀疑谁 因为我只要找到 这两三个人一块上车 你现在还没有怀疑的人吗 我不在乎怀疑谁 只要在乎 这四个人 哪在乎哪在乎 这四 最后一轮了 你听我说 因为只要在乎这四个去的人 对 是好结合就行了 我懂 剩下三个人里面 哪些人是反对者无所谓 但其实你也相当于锁定他俩了 因为你看清你自己 是支持者的情况下 你希望你觉得我近 那你不就是相当于怀疑他俩 对 我不在乎三个人是谁 你其实就怀疑他们俩 但你就不说咋的呢 他们要打你吗 咋的呢 打你吗 很会做人 所以我当时 如果我的车的话 就是我 徐一阳 还有你们两个 好会做人 要不我们四个上吧 我们哪四个 哪四个 这四个吗 对 他俩不会合一 他不会让我上的 谁谁上 我们四个人 不带孟姐 孟姐不上了 孟姐 可以 你说的都对了现在 我都不知道刚才为什么要说你 对 我还是得带孟姐 那带也行 他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 他俩是不支持者 他俩不带了 我们三个再加徐一阳好不好 可以 徐一阳能相信吗现在 你还在怀疑我 怎么懂 那你不带徐一阳 你带谁 不敢不敢说了 我这已经被绕风了 你说一个你最想进去的四个人的人选 徐一阳 我们开始吧 走吧 好 来 请队长带着您的队员前往花坊 你们完蛋了 你不要再说这句话 你完蛋了 你不会是黑花吧 我今天就诗语我跟你说 我就全程没话可说 无所谓了 反正我觉得我们这都是支持者 放花之前我喝一口果汁达人 鲜果汁压压鸡 你先把我们的花淘了 好吧 谢谢 放完了 打开咪咕视频搜索打卡吧吃货团 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 来 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护花使者宣布最终结果 好 目前三批牡丹花 目前有三批牡丹花有残词品 这批有问题吗 有问题 有一朵黑花 目前三批牡丹花均以枝折花落 万花之神决定将铅花仪式暂缓 好 我们的反对牡丹花者 胜利 只有反对牡丹花的人 可以吃到最终的洛阳水洗 但是 再给每个人一次机会 还有啥机会 说一下自己怀疑的反对者 说对的人 可以上席 我疯了 来 第一个 不可能蒙姐不能做这种事 声音都撒哑了 没事 我有冰糖雪梨亲润每一刻 你们这个节目玩了 马上我作为队长 我最后一个选 我先听听大家怎么个意见 好 从徐阳开始 黄蒙姐和小丁 蒙姐和小丁 我也是 好 不可能蒙姐不可能做这种事 丰哥和 丰哥和小宅 你们里面肯定有一个 刚刚进去的四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放了黑花 你们四个里面肯定有一个 有些人 早唱了 逸阳跟丰哥 我还是觉得小丁肯定是一个 然后再有一个 就他们四个当中一个 但是杨迪和刘雨昕肯定不是 那就在他俩当中 我不相信蒙姐第一次玩 蒙姐第一次玩能玩这么 我还是相信我上一局的判断 我觉得大面积还是他俩有问题 如果是这轮有坏花的话 他俩还是有问题 小宅蒙姐 王蒙 小丁 那蒙姐咋办 那你只能选我跟小丁了 我不能选 我就是 我实在是不能选 各位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 高丸 你看看 好 蒙姐 你是好人 你要说什么吗 碰我 反正我就是 从一开始 就把所有的宝兽都告诉你 行 那我知道了 我很相信蒙姐说的 你能不能赢了 带我进去 行 蒙姐跟小丁都是现在存疑的 蒙姐不存疑 肯定不存疑 反正只要不是你就行 不可能 蒙姐不可能做这种事 因为我觉得基础的信任 应该是有的 雨昕 不可能 蒙姐不可能做这种事 施语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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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我 你们俩好好拿一来 我错了 是我 你整个随刻施语 无话可说 来 刚才所有猜的人里边 只有一个人猜对了 其他人全错 谁 我猜对了 没有 你没猜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要讲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去学表演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去学表演吧 对不起 他真的演得太快 对不起 对不起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对不起 还有各位粉丝朋友们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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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到了这个角色 我抽到了角色 我要对角色负责 蒙姐 电头舞准备一下 对不起 电头舞准备了 三分钟的电头舞 我们今晚的洛阳水席 可以吃到的人是蒙姐 小翟小丁 不许他们为伍 我抽到这张牌的时候 那我首先我不会玩这个 所以我在想 我一定要找一个这里 最会玩的一个人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迪哥 嗯 取得他对我这个小白的信任 算我倒霉 一天都在给上课 给一个大坏人上课 哈哈哈哈 那王萌姐 你知道他是吗 他不知道我 哎我要可以说吗 可以说现在可以说了 所以说你知道吗 现在我我必须要说一下 我刚刚说我很生气 对不对 对啊 你在气什么 就是我这七个人们 第一个抽的 我拿了一个就是反对者 反对者 然后他们说 说会有后面的人 他会来与你接头的 我说好好好 我就走了 然后全天 全天只有丁雨昕 来找我接头 一整天 只有丁雨昕 跟我接头 怪不得你委屈 因为你的委屈不像是假的 我想说那一定是冤枉他 他一定有委屈在心里 没想到他的委屈在于同伴没找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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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易阳一定要对小宅 他刚才临进去之前 说的那一系列的话 你特别信任他 对不起 没想到吧 对不起薛老师 而且他说如果他真的是 支持者的话 那他演技得到什么地步啊 到这个地步了 以后追不追他演的剧 追 必须看 发弹幕 演的都演的 他站前那一刻 我整个人 就是血压飙升 你们可以看回头 我的整个脖子都是红的 我整个人麻 风哥也很冤 抱歉 风哥 这游戏我第一次玩 但是我通过这游戏呢 其实我对我自己啊 有点质疑 这一路啊 都按着支持者的心态去玩 然后在队友眼里 怎么都是不支持者 就是这么的让人不可相信吗 然后呢 看来演一个人物 让自己 让观众们记得那么深刻 可能是有他的原因的 有了这份大家这份信任 我接下来我会再演一个 比前一个还要坏的坏人 怎么的破坛破摔的呢 这是怎么说 不是 我希望大家观众看到李泽峰 能演一个 我创作出来的一个喜欢山 也能看到我演的 比喜欢山还要坏的这个人物 我让观众们 风哥 一起游戏 心态崩塌了 不是 明年在电视上 跟观众们见面 一定比之前的坏 我在这儿说 一定比之前的坏 那个已经到极致了 那个下一个还要更极致 脸都破 我们今年就是很快 风哥的《战上海》 就要在东方卫视播出 让我们期待风哥的《战上海》 然后同时也期待 风哥新的作品里边 可以尝试 绝对不同于他本人性格的 新的角色 好吧 因为今天晚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好朋友就要一起分享美食 好不好 那么 有请我们老洛阳水席的大厨 叶宇周老师来给大家介绍洛阳水席 欢迎 大家好 好 来 洛阳水席来 他期愿已趟待 距今大概有1300多年里食了 洛阳水席 是中国迄今保留下来的 历史最久远的名艳之一 水席起源与当地地理气候有直接关系 洛阳四面环山雨少而干燥 古时天气寒冷不产水果 因此民间膳食多用汤类 喜欢酸辣以抵御干燥寒冷 这里的人们习惯使用当地出产的淀粉 莲菜山药萝卜白菜等 制作精气实惠汤水丰盛的宴席 久而久之逐步创造出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洛阳水席 洛阳水席有两个含义 一是全部热菜皆有汤 二是吃完一道 撤后再上一道 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更新 这个是什么 这是洛阳水席的头牌菜 牡丹一样的菜 有各种各样的 黄瓜 丝 骨菜肉 萝卜 好像一朵盛开的牡丹 这个牡丹花就是煞做成的 萝卜吧 没忍出来 老实 没忍出来 解溜 鸡蛋 对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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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要淋什么汁吗 还是就这样吃 它是在蒸制浇汁 再品尝 哦 现在先让我们看的是那个 对 备菜 好 上 这个就是做完的是吗 对 就是吃的就是这个 这道菜 这道菜的话 有一个魅力的串锁 烫炒 吴泽田制装的时候 罗洋端完菜里 就吃了一个大萝卜 那其打无比 大概有三十多斤 惊险能迷惑吴泽田 吴泽田的话 就名人鱼处 做一道菜 鱼处呢 不吃鸣香 他把它切成细丝 酒蒸酒色 配高糖啊 开旋律来啊 进行了做了一道糖羹 那吴泽田老师吃完之后 他咋评价的呢 吴泽田他录院大约啊 一 可走 一 可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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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吃着想咽我 辞命罗洋盐菜 这是美丽的传说 那么真实的故事呢 1973年 在周总理 配同加拿大总理 来罗洋房屋的时候 吃到这末端盐菜 周总理逢去的说句话 罗洋墨端加甜香 菜中也看墨端花 就辞命末端盐菜 你要吃都吃不到 萝卜的感觉 一点没觉得是萝卜的感觉 对 有点像竹 竹孙 竹孙 对对对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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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菜真的作为头牌 真的让人胃口一下大开 因为它是酸辣口的那种 然后里面还配着萝卜丝 也不是说很油腻的那种口感 所以一下子就想要大吃特吃 因为感觉水汐的菜会非常多 哈哈哈哈 好 刷子上 好 现在上的是珍珠白玉交渣丸 快 看里边 这个交渣丸子它是属于素菜 也是黄豆做的丸子吗 用红薯分条 它是经过炸制 它吃到最厉害 它都崩开了 这个炸丸子这会绝对香酥可口 快吃快吃 这个丸子口感可太丰富了 一般吃完的都是外酥里嫩 它是外嫩里酥 对 这道菜的话就是洛阳肉片 哎呀好 这个我听说过 洛阳肉片好像很有名 对 这个叫洛阳奥货 加海参 这是分条组 五十八宝饭 嗯 它八宝饭里都有汤 哈哈 水行吗 烫烫水水 嗯 好吃 这行吗 真的不错呀 好吃 这还有来的 这是 这个叫鲁鸡蛋糖 鲁鸡蛋糖 也得圆满鸡蛋糖 就是水系最后一道菜 为什么把它放到最后一道菜呢 一般你看 吃戏的话 这个糖一上 何人都知道了 没菜了 没菜了 完了 结束了 鸡飞蛋挡 不好吧 就吃完了鸽子上火 对 吃完了鸽子走人 这个跟我们四川一样 我们四川最后上一碟泡菜 最后那个红油胶的泡菜一端上来 就不用等了 后面没菜了 这是别的地方的果盘 类似这个 改走了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叶老师 感谢叶老师 谢谢叶老师 叶老师 赵心 还有呢 进了 这是馒头 为什么到最后要上馒头呢 是因为 其实真正的洛阳水席的菜 都是来源于洛阳的普通百姓家 因为河南这个地方盛产小麦 那会儿大家其实是为了配馒头 因为馒头干嘛 所以要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所以说其实洛阳水席最后成为一个业 其实还是来源于老百姓平时日常的生活 掌知识 对 那我们在洛阳的两天之旅 马上也要结束了 大家一边吃着 每个人我们聊一聊这两天的感受 今天在明堂里面看到的凤凰 非常美 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寓意 因为我之前做的一些专辑的内容 也是从景级到凤凰 所以我不管说是很多的高考学子 或者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理想的人 还是我们热爱美食的每个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品尝到更多的美食 然后追求到自己想要去的路 对 凤凰涅槃 对 凤凰涅槃 对 凤凰涅槃 对 昨天其实我们在洛阳的时候 已经体验了整个去考试的一些过程 Go to star Ready go 杨贵妃 今天其实就是感受一下洛阳这个城市的牡丹 今天首先去了一个牡丹博物馆 真的 唯有牡丹真果色 有谁能不爱牡丹 然后又吃了这个牡丹的一些糕点 喝了一下牡丹花茶等等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很容易 来了洛阳以后 自己陷入这个牡丹的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到洛阳 然后自己去感受自己 身陷在这个牡丹的花丛中 这个特别好 我发现洛阳真的是一个 把自己拥有的东西 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城市 就是它特别漂亮的天 配合着那个晚霞 再看到它那些城楼之后 你真的非常能感受到那种东方的美 就站在那儿 你会觉得特别的思绪万千 有感觉自己真的穿越到那个 十三朝古都 那个经历的风风雨雨的样子 他们的食物 一看就是能吃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 感觉它是经历了很多风雨 来到我们面前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 也特别有寓意 因为有支持者和反对者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虽然可能反对者 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但是他在意的那个角度 也是觉得那个百花之城 要牵那么多牡丹花过来 劳民伤财 他也有自己考量的部分 那我们支持者 也有我们想要支持的部分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成功的话 你看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 在洛阳看到这么多美丽的牡丹 吃到这么多好吃 跟牡丹相关的菜色 和一些什么鲜花饼之类的 所以说任何事情把它推进了 坚持了 它会有一个必要的结果等着你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说 哪方都是错的 但是任何事情 我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态度 然后也坚持自己想要做的 你认为正确的方向 都会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结果 这是这两期的感悟 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 我们可以接受非常多的信息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资讯 那么在很多时候 我们所有人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也好见解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下 想说我们了解到的真的是真相吗 那么所有人出发点都是对的 都是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一整天 我们走的全是跟母带有关的事情 我现在也想问一下两位反对者 如果现在再给你们选择机会的话 你们觉得说 要不要把牡丹带到洛阳这个城市了 必须要带到这个洛阳的城市来 因为我们是被迫地抽到了反对者 其实我们也不行 对 因为我们看到了好的结果 牡丹在洛阳盛开得更加的艳丽 对 因为洛阳是依托于丰富的牡丹资源 从1983年开始举办牡丹文化节 接待游客保持在2000多万人次以上 占全年游客接待总量的25% 且如今牡丹已经深深烙印在洛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洛阳现在可以说是满城近世牡丹花 因为牡丹的美 洛阳人的自豪感也大大增加 那么不管大家带入什么样的身份 但是我希望大家走过这一天 体验了 牡丹花在洛阳盛开得如此之美 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洛阳 喜欢牡丹 好吧 好 切花 打卡吧吃货团 耶 欢迎大家来到想吃多讲义气的渗阳 今天大家随意消费 耶 来来请大家吃东西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杨公子被捉送一个果盘 阿姨位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老板帮我邀一千万元的指甲 我要刷卡 老板请刷我的卡 小心啊 吃不上 太狡猾了 蒙剑蒙剑 对不起 乾坤大罗姨有一大考验 这节目第三季我不会来了 沈阳是一个有好吃的地方 然后也是一个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的地方 就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庭 一 Gallery 越来越来越有观看 不让我们是一个不利 有点创意 才能找到 很信息 你 让我们